国内口碑最好的五大景区 每个都是五位级旅游景区 很少有差评 被游客称为最良心的景区 看看你去过几个 大家好 我是天天跟大家分享旅游干货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雨途从此复迷路 旅游已经成为人们闲暇时节 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 旅游能给我们带来广阔的天地 更加深远的格局 在旅游的过程中 旅游能将自己和雨头中的一些事情相比较 然后慢慢浓入其中 最后在旅游中获得超越生命的意义 而现在很多旅游景点 都会有一些对游客不友好的情况发生 但是今天小熊要给大家分享五个 口碑非常好的景区 他们很少有差评 也因此被游客称为良心景区 第一个 故宫 故宫在国人的心中 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历史建筑 它象征着中国古代皇宫建筑的辉煌室 也代表着中国古代影响着全世界的形象 故宫彰显着中国的魅力 因此故宫的管理制度 也是受到国家直接管理的 这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坑坑的现象 对待游客也十分友好 让每一个去故宫游玩的游客 都能感受帝王的权威 第二个 杭州西湖 西湖自古以来都是文人默克 底下流年忘返的地方 因此这里是游游爱好者 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 虽然西湖景区的消费比较贵 但是从来没有什么不良的负面新闻 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 而且西湖景区一直都是免门票参观 所以你无论如何都要来一趟西湖 感受它的文化气息 第三个 武汉东府 武汉东府的名气深难不能和西湖相比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它 但是东府的景色绝不需西湖 而且东府不会有很多拥挤的游客 你如果选择去东府游玩 会获得轻松惬意的游游环境 东府的浮水相当清澈 你能看到树末倒影在水里 和岸上的树末相呼应 仿佛进入到游化之中 非常的美 非常的漂亮 第四个 三清山 三清山是著名的道教民山 位于江西省境内 境内有三座耸立于云丹的山峰 在这里你能感受到深厚的道教文化 和山色交融在一起的那种神秘之感 就像道教文化本身一样 飘渺落仙人 仿佛早已看透 纷繁复杂的世间的清澈之感 三清山是江西境内的名山 由于定义位置的原因 很多游客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景区 这个景点包括三座 耸立于云丹的山峰 遥相呼应 走成了一幅和谐的画卷 这里不仅风景美丽 还拥有很多古代的道教遗迹 是一座集美景 与道教文化于一体的景区 第五个 华山 华山的名气 相信大家早就鱼雷惯尔了 作为五月中的名山 以险峻成名 华山任劍更是在小说 和影视作品中广泛传播 一直以来 华山都是以优质的形象 良好的口碑面向游客 所以这里很少发生 对游客 不友好的情况 以上五个国内口碑最好的景点 你去过几个 没去过的话 赶紧收藏 以后一个一个的去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河南有这样一个网红景点 曾经风光无限 当地称民更是靠着旅游业连路百万 可如今这个景区却无人问津 游客更是称不敢去 大家好 我是天天跟大家分享 旅游干货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雨途从此不迷路 随着我国持续大力发展 游游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休闲时间 去门游游 但一些景点 随着客流量的不断增加 商业化 也越来越严重 甚至还出现 宰客 坑克的现象 特别是近几年 我们不管是从网络上 还是从电视上都能看到 雨游头中 游客被宰客的消息 越来越多的景区 成了商家圈前的工具 也遭到了很多游客的吐槽 在我国就有这样一个 非常特别的景区 这个景区的村民 每年靠雨游业 收入超百万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这个因宰客而出名的景点 就是郭酿村 郭酿村原本是一个 非常贫穷落后的小山村 再加上这里的地理条件恶劣 道路是崎岖不平 当地的房屋大多都是依山而建 郭酿村其实最大的看点 就是那条绝壁长廊 比这道绝世景观更绝的是 坚持不懈的渔工精神 以及淳朴 善良的乡土民风 除此之外 郭酿村本质上就是乡村休闲游 算不上乡村雨游 更谈不上景区雨游 乡村休闲游这一大的特点 不是在景观 而是乡村环境和淳朴民风 所蕴含的乡村原味 而郭酿村却偏偏背道而驰 一是错把乡村当成了景区 乡村雨游本质上是乡村休闲游 那到绝地长廊 我们不可能重复去看 二是错把情感替代成淳朴 于公移山的精神泯灭了 变成了急功近利 乡村未没有了 变成了同桌位十足 来这里雨游 哪都得要钱 门票128 吃饭会 寓宿会 连上厕所都需要单独拿钱 村民们抱成一谈 把郭酿村做成了雨游圣地 一个村民年收入超百万 这钱从哪里来的 从游客身上赚来的呗 怎么赚 不管你想要在这里做什么 拿钱就对了 前人种树 后人成粮 没有本钱的生意 让郭酿村的村民做到了极致 我们能理解村民通过雨游卷钱 毕竟需要打扫卫生 需要人 需要物 还是有成本的 可你别忘了 做人要有一个度 你说一瓶矿瓶水值十块钱 你偏偏要卖一百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既砸了自己的招牌 还得着人买水的人 郭酿村的出名是因为绝壁长廊 这个绝壁长廊 他体现的是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是把渔公一山的故事 变成了现实 十四个人 五年的时间 为村子开辟了一条路 没有任何机械 群手工建造 着山 搬运 勇于行动 把不可能的事 变成了奇迹 可如今 后人却背道无辞 那种精神没有了 淳朴的民风 变成了利益 越来越商业化的地方 谁会喜欢 三四个人在城里聚一晚 就要上签 吃饭要几百 买点山菜 还缺金少两 宇游是以 卷钱为目的 我们都能理解 可是卷得太过分了 就让人无法接受了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花来的 都是卷得辛苦钱 你说一份小鸡振膜 不要一百八 那鸡本身才值二十块 还不是当地的小笨鸡 民宿聚一碗要上签 一碗泡面要五十 成本才多少 都是普通人 宇游是为了开心 结果却花钱找汽售 口碑没了 自然就没有人去了 走红的郭亮春 逐渐失去了淳朴的抽薪 贵和坑成了当地的标签 路上各种收费 私家车不乱进 逼着你坐他的环保车 住的贵 吃的贵 村民也不友好 推荐指寿是持续走低 口碑是越来越差 郭亮春的差评很多 有说他坑的 有说他宰客的 有说他每条路都有人送费的 就这样可自己贴上了无数坑人窄人的标签 骑个自行车进去 你还要收人家六十块钱的过路费 知道你们见到这条路辛苦了 不容易 但是也不能这样免财啊 你们不会后辈想想吗 这事有钱了 不在乎了呗 郭亮春 现在是越来越富有了 但也只是一小部分人 村民们开始侦客 抢客 刚到门口 就有好多商家在门口等着你 你要是不去 恨不得把你生吃掉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这个钱不是一个人赚得完的 其实可以统一起来 一起做生意 把郭亮春 打造成远近文明的宇游圣地 据数分价格 吃饭分档次 统一管理 统一收费 这样才能长远 当宇游发展成胆期利益 裹挟前行时 最终都会自食恶果 从雪香到郭亮春 曾经有很多火爆的承诺 都因同样的原因 而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 他们的结局无不如此 深难道理大家都懂 但隔一段时间 又有同样的案例出现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